今天我们就看一个例题 一维运动就是直线运动的等加速运动 我们现在看一个例题 有一个小孩在大厦的楼顶 这个楼顶以每秒20公尺的速度 垂直向上抛出一个小球 向上抛出一个小球 现在要求第一秒跟第五秒 小球的位置与速度 第二个小题 小球在楼顶上方12公尺处的位置 它的速度是多大 第三个小球到达最高点的高度跟速度 它到达最高点的高度应该是时间的 应该不是速度 我这个写错了 应该是时间 因为它到达最高点的速度就是零 好 现在我们要看要怎么做 做这种题目呢 首先呢 做运动学 你一定要把坐标画出来 坐标 比如说我们楼顶在这里 它是一维运动 所以你要把这个坐标画出来 因为它是上下运动 所以它的坐标轴是Y轴 画出来以后你就定它的圆点 你定它的参考点 我们就定在楼顶这一点 这一点当做是Y等于零 你把这个坐标要画出来 因为这个没有坐标以后 你就不容易做题目 好 现在我们看 这个首先就选择坐标 第二个呢 像这样子 第二个设立圆点 圆点设立在楼顶 第三个呢 我们就把 我们说牛顶运动有三个要点 对不对 三个状态 第一个就是起初状态 起初状态意思就是 在计时开始 就是T等于零的时候 它的位置在哪里 Y零 它的速度是多大 这个要先写出来 然后呢 就看它的加速度 现在的加速度 知不知道呢 那我们知道这个 因为它是属于自由落体 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它的加速度啊 就是负9.8个 9.8每秒每秒公尺 但是方向呢 是向下的 向下的 所以我们就用负号 这个负号是表示 方向的意思 因为它是这个值啊 所以它是什么 等加速运动 等加速运动 我们就可以用 等加速运动的公式来算 我上一堂不是说过吗 你要用等加速公式的时候 你一定要确定说 这个问题是等加速运动的问题 才可以用 现在就确定了 是等加速运动 然后 我们就用等加速运动的公式 这是位置跟时间的关系 这个是速度与时间的关系 有了这两个公式以后啊 那公式一定要写出来 然后我们将 你要求T等于一秒嘛 T等于一秒钟 Y0 就是上 起注状态 我们知道 起注状态 这两个带到这个里头去 这个 Y0 V0 就是这个东西嘛 然后T呢 是等于一秒 带进去 你就可以求出Y来 所以Y等于 一秒的时候 它的Y是等于多少呢 你把这个带进去 算出来是15.1公尺 那你又 脑袋里头要有一个概念 说这个 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球 在一秒钟的时候 它是在圆点的上方 因为这是正号 正我们通常都不写了 在圆点的上方 15.1公尺的地方 OK 然后我们 再看速度 在一秒钟的时候 它的速度 你把V0带进去 时间带进去 算出来是10.2 每秒公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 在第一秒的时候 它在这个高度 的时候呢 它的速度是 每秒 10.2公尺 方向是向上 从以上的结果显示 第一秒 小球的位置在顶楼上方 15.1公尺的地方 速度为 10.2 每秒公尺向上 等加速公尺 它有条件的 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它是合乎等加速公尺的条件 因为它的G等于Constant 第五秒 那第五秒跟第一秒一样 我们就把T等于5 Y0 V0还是这个数字 带进去 带进去的结果 得出来是 负22.5公尺 这个物理意义是什么 它在顶楼的下方 22.5公尺的地方 对不对 然后同样的 第五秒的速度呢 你也是把时间带进去 然后V0 A带进去 它是等于 负29 Meter Per Second 意思就是 它是在顶楼下方 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距离之下 它的速度是大小 是每秒29公尺 方向是怎么样呢 是向下的 所以这个你还是要用一句话 把它表示出来 我们现在看第二个 它要求在多高的地方 它的速度是多大 那就是速度跟位置的关系 对不对 那我们就用等加速公式里头的 这个式子 意思就是说 你怎么知道要用这个式子 因为这个式子是有关于 速度与位置的关系 我们现在要求 什么位置 它的速度是多大 我们当然是用这个了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 以置条件带进去 起初 这里有个Y0 Y0就是起初状态里头的 他告诉你 他在12公尺 正12公尺 就是顶楼上方12公尺处 它的速度是多大 把这个带进去以后 那你就算出来 它是等于这个数字 然后呢 这个要开平方 对不对 开平方 它有正负12.84 每秒公尺 好 那你对这个也要有 有一个物理的概念 在脑筋里头 这个代表什么东西啊 就代表 它在12公尺这个地方啊 顶楼上方12公尺的地方 它的速度呢 有两种 一个就是 大小都是12.84 每秒公尺 一个是向上 一个是向下 那么 什么时候是向上呢 比如说我小球往上丢的时候 它从楼顶上升到12公尺 这个地方 那它的速度就是正的 向上的 然后它到达最高点 然后再往下降的时候 又会降到12公尺的地方 对不对 这个时候的速度是向上 还是向下 向下 你要知道它的物理意义在哪里 这两个都有意义啊 都有意义 好 所以 我们要把这个物理意义 用话语 把它表示出来 OK 好 那么 这个答案里头 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是说 在上 在一个 我们抛一个物体上去 上抛运动中 如果空气阻力不济 物体上升与下降过程中 经过同一个高度的时候 速度的大小是一样的 可是方向却是相反 要记得这个 要记得这个 好 C 任何物体在上抛过程中 到达最高点的速度就是零 这个也是我们从解许多的问题里面 我们得到的一个 结论 一个现象 就是说它上抛 它一定速度越来越慢 越慢越慢越慢 到最高的时候 它就速度就停下来 就那一刹那是零 然后呢 它就开始往下掉 对不对 好 所以现在 我们说它到达最高点的 最高点 它的位置 跟时间呢 我们就用这个式子 因为它是跟速度有关 速度等于零 最高点 它的位置是多少 它的时间是多多 要经过多久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数字带进去了 那么V是零 对不对 零等于 V零的平方 2A A带进去 Y Y就是Ymaxima 当V等于零的时候 Y就是Ymaxima 就是最高的高度 减到零 Y0是零 你可以算出来 这时候最高点的高度 是20.41公尺 是顶楼的上方 好 那么我们用这个式子来算 你把这个零带进去 这个也带 然后求助T来 T是得2.04秒 就是到达最高点的时间 是2.04秒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 例题 有一艘小艇 在平静的湖中 直线行驶 假如它的加速度与速度 二则方向相反 大小则成正比 也就是说 A这个项量 跟V的大小成正比 方向呢 负号是代表方向相反的意思 那这个K是一个常数 因为它是成正比嘛 K是常数 它的起初状态是 我们开始计时 我们把它的位置当做零 速度呢 这个时候是V零 现在要求 在任意时刻的时候 小艇的速度 与小艇的位置 好 那你看这个问题啊 它就是一个 运动学的问题 因为它只讲什么速度 加速度 位置 它不讲什么力的问题 好 既然是 是运动学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看 它起初状态有了没有 起初状态在这里 加速度呢 是这个 我们现在看 我们先设定它的 X轴 设定它的坐标轴 因为它在湖中行驶嘛 湖里面做它一定水平的运动 对不对 它不会垂直运动 所以我们就用X轴 有了坐标 然后 坐标有了 你在坐标上画出来 零的时候 然后V0 V等V0 在走了X轴 的时候速度是V 好 现在我们说起初状态 起初状态 写出来了 然后加速度写出来了 那现在你看看 这个加速度是不是等加速度啊 是不是啊 不是 它不是常数哦 因为它加速度跟速度方向相反 你只要这个速度是正值 A就是负的 A就是负的 跟速度的方向相反 如果加速度跟速度的方向相反 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啊 速度应该是越来越小 对不对 好 那么它是一个变加速的问题 那我们就写A等于DV over DT 这个是定义哦 现在等于这个 你不能够 你不能把这个当等加速公式来用 如果当等加速公式来用 你求V呢 V就是等于什么 等于V0加AT 对不对 那你做就错掉了 你看它现在要怎么做呢 它是A是等于DV over DT DV over DT 又等于负的KV 我们用EV空间 那么它的方向就用负号来表示 所以是这个值 那现在我们就从这个里头来算V 那我们就把这个V除过来到这里 DV over V积分 要等于这个乘过来 负K乘DT的积分 我们用定积分 定积分就是说 当T等于0的时候 V等于V0 T等于任意时刻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V 你把这个积分积出来 它就是 这个是自然对数 Nature log with V over V0 这个是学乘V积分的 马上就知道 这个就是这个东西 它等于负K 这个积分就是T 所以Log V over V0 等于负KT 然后我们就得到 V等于什么呢 V就等于 这两边把Log去掉 这个就有一个 Exponential分子 Exponential 负KT次方 然后V0乘过来 这个是维积分 另一个维积分的公式 Part B 现在要求位置 跟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从V 我们求出来是这个 对不对 可是V又等于DX over DT 然后我们就从 这个关系里面来做 比如说两边 我都乘一个DT DT 然后这个乘DT 就是DX积分 然后这个乘DT呢 就是V0 然后这个是它的下线上线 你把上线带进去 然后减掉下线带进去 它就是等于 这个值 就是比如说你下线带进去 这是0啊 0的话就是1了 这个呢 T带进去 就是Exponential 负KT次方 本来是这个 减这个 负号在前面 我负号成进去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任意时刻的位置呢 是这个位置 我们再看一个题目 他说在这个图表里面呢 有一个物体的速度跟时间的关系曲线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速度 它的单位是每秒公尺 这个是时间 它的单位呢 是秒 它是这样的一个曲线 现在要问 在T等于3秒 跟T等于7秒 以及T等于11秒的时候啊 物体的加速度 各为若干 就是这些时刻的时候 加速度是多少 好 那么我们就看 加速度 这是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我们再次讲过 加速度 就是 顺时加速度 就是速度跟时间的曲线上面的斜率 对不对 就是斜率 A等于DV over DT 就是斜率的意思了 所以3秒钟的时候啊 你就看这个斜率 这个斜率是叫啥 0 对不对 这个斜率 这个就是加速度啊 那么 意思就是说 加速度 是DV over DT 是斜率的意思 那么我们看 T等于3秒 这个斜率呢 因为 这里的V是等于一个常数啊 它的微分就是0啊 所以加速度是等于0 加速度等于0 表示什么运动啊 等速运动 对不对 等速运动 好 DT等于7秒 7秒是在哪里 这里 就是这一条曲线 在这一点的切线 因为整条是直线啊 所以这个斜率呢 就是等于 等于 这个高度 除上这个长度 到7 这个高度 除上这个长度 它的比值 Tangent Theta 那就等于 7的时候 是等于多少呢 7的时候 7秒 4 7秒 9秒还是7秒 7秒 那这个有问题了 7秒应该 不再45 7秒应该是35 应该是35 这应该35减20 35 9秒钟也有了 9秒钟也有了 9秒钟应该是 9秒钟也可以了 我们就从9秒钟来算 9秒 减到20 也可以 因为这一条直线 这个斜率 跟这个斜率是一样的 9减5 这就是9减5 这个是5 这个长度 那这个就是它的斜率 斜率就是它的加速度 第11秒呢 11秒在这里 我们就用这一条直线来做 这条直线 这条直线 那么它是等于 我们从后面的减到前面 T比较大的减到T比较小的 T减45 然后这是13 减掉9 这条直线是负的 这表示这个斜率是负的 我们再看 物体移动的距离 移动的距离跟V 与T的关系曲线 之间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这个曲线 下方的面积 对不对 这个曲线下方的面积 好 那现在我们看 在0跟5秒之间 0跟5秒之间 就是这一段 到这一段 这个面积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面积啊 就是长层宽嘛 对不对 20 20乘上5 100公尺 就是在 0到5秒之间 它走了100公尺 0到9秒 0到9秒 它是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我们可以分两段 就是刚刚算过的这个 长方形面积 再加上这个T形的面积 长方形面积就是我们刚刚算的这个 T形的面积呢 就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上底加下底 乘高 高就是9 高 T形 T形这两个是底嘛 9 减5 除2 这是T形的公式 T形面积的公式 算出来就是230 那0到13秒的 0到13秒 全部的 那就是全部的这个面积了 全部的这个面积 它就等于 前面的这个面积 再加上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前面这个面积就是230 三角形的面积 二分之一 底层高 那么 这就得出来 它的面积 OK 好 那么 我们这一章 就介绍到这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